暑假期间为了让在家的部落青年有正当休闲娱乐 卓旗乡公所举办两天的布农族青年文化营 文化课程当中不仅先从认识布农族开始 再到布农族的歌谣祭典的文化深入探讨 邀请的讲师呢更是部落长者还有青年等 让这场文化营增添在地的声音和想法 海报上画满了色彩缤纷的图案以及文字 很清楚可以看见是各个不同族群的文化背景 再由各小组来说明 学生都用生动活泼的方式来呈现相当有趣 这是卓西乡公所办理的布农族青年文化营 希望说在两天的时间里面 把我们所有布农族的所有文化的精髓 包括语言还有歌谣一些文化还有禁忌 甚至于食物的认识 种种的非常多项目 希望说在短短两天的之内 一次就很有系统的 很有就是分类的就是来全部的完整的来给你们 现在还是暑假期间 为了让在家的部落青年有正当的休闲娱乐 卓西乡公所办理两天的布农族青年文化营 两天的文化课程不仅仅先是从认识布农族开始 再到布农族的歌谣 祭典等等文化深入探讨 邀请的讲师更是在地的老师以及齐老 其实我这一次可能会安排一些 就是我们可能比较少听到的歌谣 比较少听到歌谣 那我们也是收集了很久 希望说透过我们 透过现在这样的一个课程 把这几首歌让你们带回去 这样的话我们就成功地把我们 不仅仅课程活泼深入 中平部落的布农族诗人萨利朗 更是透过课程让布农族的新生代了解过去祖先 在山上的生活以及布农族从何而来 虽然还没能够亲身体会到过去生活 但是透过讲师的说明跟讲解 让学生们非常深刻 记者高雄雄主席向赛访报道